用跑的赶场参加各里里长竞选总部成立活动以及请跑各大小市场 也紧握每一双市民的手用温暖和成立败票 年底选举进入最后关头相较于蓝绿两大阵营市长候选人 邀请大咖站台或是陪同车队扫接败票 五号五档级基隆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依旧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请走基层 在各市场以及参加各公庙活动和里长们竞选总部成立活动时 诚恳败票持续听取基层声音 我非常感受到民众的温度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人民互相之间的一个信任的由来 才相信我们能够为基隆做事 两只脚走出去这才是我们要的 把大咖找来站在车子上挥手 我觉得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非常的唾弃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还是会坚持我两只脚 行走我们基隆各地各区的这种做法 跟每个选民尽量的握到手 感受到我的真诚我的热忱 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为基隆的未来 真正做贡献 努力愿意去做 黄西贤认为直接感受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以及需求 远比请所谓大咖站台或是呼啸而去的车队败票更重要 呼吁选民一起打破蓝绿高墙 市长票头真正基层甘苦人出心的 5号黄西贤 在这种观念下会组成蓝绿之间的一道高墙 跟民众之间的隔阂 民众要看的是一个踏踏实实 两只脚落地 在基隆各区去行走 知道哪边路不平 灯不亮 水沟不通 知道哪些群众他们需要什么 民众需要什么 公车站的问题太多了 基隆有将近四成的民众未表态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是因为他们看不到 蓝绿两党所带给他们的未来的希望 除了互喷口水互泼脏水以外 他们对于基隆的建设 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没有得到人民的肯定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除了继续行走基隆 在未来的十几天里面 我们一样让选民知道 我们是最认真最打拼的 我们跟民众一起推倒蓝绿的高墙 让这一个好的苹果出现 让这个好的人选得到人民心中的肯定 为基隆的未来 我们一起打拼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